近日电视剧《长相思》正在热播中 主演杨子和谭剑次的精彩表现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讨论 谭剑次在剧中饰演九头腰向柳 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其英俊的外表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谭剑次所饰演的角色向柳在剧情中表现出色 他的魅力迅速攀升 而这引发了张婉姨和邓维粉丝的不满 认为剧组偏谭谭剑次 但有网友详细统计了三位男主演的出场时间 发现谭剑次的出场时间要少近100分钟 然而谭剑次的粉丝们却对这个事实表示乐观 虽然时间不多 但每次都是精彩呈现 每一次出场都充满亮点 但却也有总有人利用谭剑次的身高来嘲讽他 在南京的一场活动中 虽然他的五官精致 但他后鞋底却很难忽略掉 因为他的鞋底不仅厚还非常的高 如果将内增高和外增高加在一起 他穿的鞋看起来至少得有五公分 因此谭剑次身高倍潮一五五 因为大家对他的身高实在不满意 而之所以说他身高一米五五 其实和他穿的厚鞋底不无关系 要知道男生穿厚鞋底的情况并不多见 但他的每次出场都是以这个情况出现 足以说明他自己对于身高也非常的不自信 但网友却因此展开了讨论 有的网友觉得只要谭剑次的颜值再现 那不管他身高啥样其实都不影响 毕竟大家看的又不是他的身高 而是他的颜值以及演技 并且这两点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因为不管是演技还是颜值 他都非常的过关 这一点想必很多人都是同意的 但有人觉得不对 因为身高可以使电视剧更加美观 但谭剑次却缺少这一点 所以有时候大家在看戏的时候 才会觉得特别的违和 不明白作为主演的他 为何还会比女演员还要矮小 这样的效果想必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 但总而言之 《长相思》无疑是当前影视界的热门话题 剧中各角色的魅力和发展 也引发了观众人的广泛关注 尽管关于男主演戏份分配和身高的争议不断 但这也印证了观众们 对于剧情和角色的投入和热爱 或许正是因为《长相思》 是根据经典小说改编 每个角色在原著中 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线索 所以观众们对于电视剧中的角色安排格外挑剔 童华的原著小说中 项柳的特殊地位早已被奠定 他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英雄角色 为了大意和爱情 最终选择默默付出 这种英雄情怀在电视剧中得到了细致的呈现 正是这一切才让谭剑次的项柳备受欢迎 然而随着名气的提升 谭剑次也开始引来了狗仔队伍的关注 近日有传闻爆出谭剑次恋爱的消息 谭剑次与杨子的互动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 有人开始怀疑谭剑次是否已经有了女朋友 作为和杨子在距离一南平的CP和杨子 在做长相思宣传的时候 两人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 故意避嫌太明显 张婉毅 邓维 杨子 谭剑次和王红一几人互动拍照里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 杨子前手张婉毅或者其他人的时候都是直接实质紧扣的 唯独拒绝了谭剑次的牵手 直接拉住了谭剑次的袖口 在避免不了摆造型拍照环节 杨子也拒绝了俩人的手心贴手心 而是直接把手放在了谭剑次手腕上方的位置 在同剧演员参加综艺《你好星期六》的时候 俩人也是将毕贤进行到底 直接和张婉毅十指尽扣 而对谭剑次只拉手腕位置 谭剑次和杨子牵手 毕贤这件事情也很奇怪 长相思这部电视剧主打的就是女主和多位男主 走的还是恋爱风 毕贤牵手跟打脸CP粉差不多 有人猜测是因为谭剑次可能一诱女友 更有狗仔暗示 这位女友的身份 杨子也可能知道 因此在公开场合特意避免过多的亲密互动 当然对于这种猜测 有些人会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但事实上 自去年起已有类似的传闻在圈内悄悄流传 这没有让谭剑次口碑受到影响 反而不少粉丝在评论区里认证 主动认证谭剑次恋爱有女朋友了 称没错 我承认了 我在和谭剑次恋爱 明明是我 别相信他们 其实是我 整整一个屏幕的截图 都是谭剑次的粉丝们在争相认证和谭剑次恋爱 生怕晚了一句话就被别人抢走了 看得出他们都不介意爆料 反而更喜欢谭剑次了 也有人说了一句公道话 我哥三十多岁了 谭个恋爱怎么了 传闻最终只是传闻 狗仔的爆料尽管引发了讨论 但却没有实质性的争据之称 正如一次 谭剑次在路上被发现驻足于一个瓜滩 若以此为依据 是不是也可以说 他与西瓜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呢 再者说 谭剑次即便是有女朋友 连粉丝都不在乎 路人又何必在意呢 明星和演员说 到底只是一个职业 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 正常的恋爱 结婚都是人之常情罢了 不仅不反对谭剑次谈恋爱 还支持谭剑次恋爱 支持所有的明星 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在恰当的年龄段 组建稳定的家庭 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他的演技 谭剑次饰演的向柳 他爱之切 情之浓 却只能默默付出与成全 回顾谭剑次的演艺生涯 十几年的北漂 映世歌三期发展 也为大红大紫 退去当年流行乐团 武林至尊的头衔 刨开小鲜肉的稚嫩 谭剑次成熟了 也让观众看到了他不俗气的演技 此时我们可能会说 他的不火还差一口气 也许他真的需要杨子这样的演技 口碑双收的女一号来拉他一把 也许他需要一个性鲜明 更具矛盾心理 更挑战演技的角色来证明自己 于是我们看到了为爱隐忍的向柳 也看到了为爱痴狂疯癫的向柳 也看到失去挚爱 伤心欲绝的向柳 他的爱透彻 但不自私 他的琴刻骨但不霸道 他的心倔强但不贴湿 他那犹豫的眼神 是只为欣赏人的神伤 他的胸膛只为小摇挡力剑 他的臂膀也只为王级艺人依靠 这就是不一样的向柳 不一样的谭剑次 但是我们还是得说 与其他高大帅气的追求者不同 谭剑次是特别演出难火的 也是等同于男一号的地位 这一切来得太晚 也着实不易 谭剑次在他五岁的时候 看了一本漫画 其中主要人物的名字 就叫剑次郎 他喜欢这个日本名字 觉得剑次郎很酷 于是他要求妈妈给他改名字 妈妈研究了一下 先是改名叫谭剑次郎 后来又觉得四个字的名字 有点怪 就把狼字取掉了 变成了现在的谭剑次 也许就是因为改了名字 他才在追求艺术梦想上 有了一番造诣和执着 他是与众不同的 他也是大器完成的 虽然出道很早 但是能在众多流量明星中脱颖而出 实属不易 他能跳能唱 曾是唱跳组合MIC男团成员 17岁主演电视剧 20岁的时候推出团队专辑 期间MIC男团分获亚洲超级新星大奖 金钟奖中国音钞组合组金奖等音乐大奖 但是他的舞蹈成就却早于歌唱 2003年 他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三年后 他获得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 拉丁舞冠军 摩登舞第五名 2012年 他还获得武林大会第三季 第四名的好成绩 随后他开始正式进入影坛 涉足于歌坛 但都是不温不火 他领先主演古装剧 打军师司马懿制军师联盟 及其续集虎啸龙云 他在剧中饰演聪慧绝顶 却野心勃勃的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 后又参演偶像网剧 天师扶魔是魂 恐怖电影恐怖笔记等 院线无票房的小成本制作的电影 此后 他走了所有流量明星官有的路 上综艺 打比赛 参演不较好的影视剧 就这样 歌迷没记住他多少歌 观众只记得有个跳舞很好的小伙子 电影院里只看到恐怖兮兮的流量小明星 要知道他从来没有演过男一号 此时他已经过了儿力之年 2022年 一部《烈罪图鉴》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两大平台热播 谭剑次火了 这次他破天荒地演了男一号 谭剑次首次出演男一号 行征画像师沈亿 在金世佳扮演的硬汉 鲁莽等性格反衬下 他显得更犹豫 神辰和理智 于是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弹幕上纷纷打出傻事拍续集的口号 只不过大家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谭剑次已经揭开了长相思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命运 一个无法无碍人长相厮守的悲悯之人 这也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 相信无论香柳是否能与小妖走到一起 她终究是小妖心里的痛 是永远的一难评 当没有了小鲜肉的标签 就只剩下勤奋 有演技 有成熟魅力的谭剑次 我们期待谭剑次更好的作品 也期待她能突破演技 为观众呈现更好的作品